拿摩第三世多解枪佛是世界佛教最高领袖,不是自封的。 拿摩第三世多解枪佛的佛陀身份,不是佛教徒为了尊敬才称呼的,而是佛教中那些具有认证权的法王、摄政王、高僧们,根据一千多年来佛教的认证制度认证出来的。 如最高鸿燊成就法独掌人多诸钦法王,世界第三任宁玛巴总教主贝诺法王,当今西藏第一大德阿丘法王,十七世噶玛巴的本尊法灌顶上师公保都睦屈吉法王,世界绝囊派总教主吉美多吉法王,达赖喇嘛的上师敏林赤钦睡梦法王,达赖喇嘛的三位上师楚西法王。 达龙哲珠法王和丘吉崔亲法王,萨迦派总教主萨迦达钦法王,十七世噶玛巴的上师夏玛巴摄政王,十七世噶玛巴的经教上师家查摄政国师等等。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佛教界公认的各教派第一流的高僧大德。 他们都分别为拿摩第三世多吉强佛写下了具备佛教认证效力的认证复义公函。 由于拿摩第三世多吉强佛获得的认证复义证书太多,超过佛教史上任何领袖祖师活佛的认证,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请大家上网阅读。 这些法王们的认证复义不光有文字,很多还拍了照片、录像、记录下来了。 根据佛教的认证制度,只要有两个具有认证权的法王、活佛或喇嘛认证以后,被认证的人的身份就确立了。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变,很多人只是被一个具有认证权的活佛认证,在佛教界就成立了。 但是,拿摩第三世多吉强佛完全不是这样,强佛获得的认证复义超过了一百个,成了整个佛教史上获得最多认证复义的第一人,而且不是单一教派的认证复义,而是整个佛教及各大教派首脑出具的,以文字写成的认证复义书。 被认证的身份不是活佛地位,而是佛陀金刚总持,也就是整个佛教的最高圣者。 佛陀就是整个佛教的最高领袖。 佛陀佛